18岁的艺人欧阳娜娜日前被点名胎毒,她赶紧表态我为我身为中国人骄傲,我永远记得我的祖籍是江西吉安,想不到引发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馆长陈之汉与艺人女版黄安刘乐妍的隔空互呛,刘乐妍稍早在微博发文更痛批馆长欺负小妹妹,虽脸像是路边的低级小鳖三,馆长对欧阳娜娜输成中国的做法发表看法, 痛批那些领中华民国身份证,享受自由平等法律的人,一直说自己是中国人,为何不放弃国籍移居中国,真他妈的江西那,你一脸齿这四个字学过没,刘乐妍力挺欧阳娜娜,反抢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怒批馆长不想当中国人的,该滚出去的是你,说你那,还不滚,馆长在粉砖发文还集, 西凤刘乐妍你只是一个在台湾红不起来,只能用这种方式去赚钱的女人,重点,你在大陆也不红,刘乐妍不满回呛,只管长只会人身攻击,希望等到解放军统一台湾的时刻,你跟苏贞昌一定要留到最后哀,千万别跑哀,放大家看看你的英雄气凯,不然那,你欺负小妹妹的嘴脸,看起来真的好丑,像极了路边的低级小鳖三, 其实新闻中心,综合报导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刘乐妍呛馆长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该滚出去的是你刘乐妍,资料照片翻射自刘乐妍的微博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 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馆长陈之汉刘乐妍欧阳娜娜娜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